说起三国乱世的最强大脑,在三国演义的影响下,想必绝大多数人脱口而出的都是诸葛亮,作为罗冠中浓墨仲才所描写的一个人物,诸葛亮的演义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真实形象了,甚至连鲁迅先生都认为诸葛之志多尽妖,然而在当时还有一位智谋卓绝之人,被许多人认为是比诸葛亮还要聪明的存在,此人正是曹操麾下的郭家,一句郭家不死,卧龙不出就足以证明, 后世对他的抬爱,但是两人所活跃的时间是一前一后,从未有过正面交锋,要比较二人哪个更胜一筹,也的确有些困难,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郭家自奉效是那个时代少有的青年才俊,未及若冠就已预料到天下将要大乱,待若冠之后便开始隐居,期间广交天下英豪,袁绍占据河北后声势浩大,加上四世三宫之名号,吸引了众多人才前往头部, 二十一岁的郭家也在其中,但当他见到袁绍之后便一眼看出他难成气候,即便他当时是天下诸侯中最强的,很快郭家便离开了袁绍重新隐居,这一走便是六年,直到巡玉将他推荐给曹操,当时曹操的实力远不如袁绍,但是郭家却认为他是可以辅佐的对象,这才有了他后来的舞台, 在曹操帐下,郭家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,屡次为曹操献上齐谋,但是这样一位聪明绝顶的谋士,却在三十七岁时英年早逝,给曹操留下了诸多的遗憾,郭家只在曹操帐下效命了十年出头,却完成了许多谋士无法做到的功绩, 用曹操的原话来说他忠良渊书,体通姓达,东秦吕布,西曲衰顾,斩元坛之首,平朔土之众,逾越险塞,荡定乌丸,镇威辽东,以萧原上,虽甲天威,亦为指挥,置于林迪,发扬事命,匈逆克铁,熏食游家,方将表显,短命早中,上尉朝廷道西良辰,下自独恨丧失其所,能得到曹老板如此高的评价, 郭家的能力和贡献也可见一般,郭家去世的第二年,诸葛亮初出茅庐,正式登上了三国的历史舞台,抛去罗冠中所移花接木过来的草船借鉴和艺术加工的借东风,诸葛亮的军政能力依旧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,对于天下大势的看法,诸葛亮并不输给郭家,在茅庐之中便已经有了三分天下的蓝图,而且他也知道挑选自己的民主,曹操和孙权在墙, 他也愿意辅佐实力最弱的刘备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诸葛亮都是刘备集团内的重要角色,但并非是演艺中的那般近邀,众所周知,刘备得荆州后入蜀征战带的是旁统,诸葛亮则被留在荆州承担看守大本营的重任,在得到一周之后,刘备所倚仗的谋士则是法证。 可以看出,诸葛亮在蜀汉集团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偏向于内政方面,刘备称帝后,诸葛亮败相,他致属的美名至今仍在流传,如果用更早的历史人物来做比较的话,郭家与曹操而言,更像是张良对刘邦的作用, 而诸葛亮与刘备而言,则偏向于是刘邦的萧和,比较郭家和诸葛亮,就更比较张良和萧和是一样的,放在同时代而言,曹操帐下承担与诸葛亮相同职能的,应该是同样抓内政的巡遇而不是郭家,换言之,郭家而诸葛亮根本不是一个领域的人才。 那么,将二人强行做比较,要以什么为标准呢?是比齐谋妙计还是比治国能力呢?所以说,二人根本没有可比性,所谓的国家不死卧龙不出也是无稽之谈,在齐谋妙计上,历史上最真实的诸葛亮或许比国家逊色一点,但要是比治国能力,诸葛亮绝对是国家难以望其向背的,如若综合评分的话,笔者认为还是应该诸葛亮略胜一筹。 大家认为呢,三国演义,作为我国经典的四大名著之一,一直以来都有大量的忠实粉丝,相信很多三国迷都听过郭家不死,卧龙不出。 这句话吧。 那么,历史中的郭家真的那么厉害吗?他真的能与诸葛亮一较高下吗?为何会有人说两人压根没有任何可比性,在未查资料之前,可能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个三国时期的典故? 其实,这句话并不是典故,也不是某个人说的,而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。 这句话就是一些惋惜郭家的网友们总结的一个说法,意思就是说,如果郭家没有去世,诸葛亮是不会出世的。 为了从侧面说明郭家的财略国人,甚至能让诸葛亮避其锋芒,说起诸葛亮,大家的第一感觉就是。 千年难遇的人才,基本上每个国人都知道诸葛亮草船借鉴、空城记、三汽周渔的故事吧,就算没读过三国,在这些故事里,也能勾勒出一个足智多谋的卧龙形象。 还有诸葛亮的出师表,更是经典中的经典,受任于败君之计,奉命于威南之间是先帝托孤的真实写照,所谓出师为洁身先死,尝试英雄泪满金。 这是对诸葛亮一生功绩的总结,诸葛亮都那么厉害了,还会有郭家不死,卧龙不出的说法,那郭家究竟有多厉害?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郭家。 郭家作为曹操部下有名的人才,年仅39岁就英年早逝了,这也是很多人感到无尽惋惜的原因,如果能给他更多时间,说不定他能有更大的作为,郭家的人生不可谓不精彩,出生于落魄士族的郭家自小接受了非常良好全面的教育,小时候的郭家就是神童一般的存在,天资聪颖,灵力过人,很快便在文学方面大放一彩。 成了当地有名的民事,但好景不长,天下不太平,汉朝的统治摇摇欲坠,各地的民事们都在寻找机会,希望能投奔到民主,凭借自己的学识能力,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,年少轻狂的郭家也是如此。 最开始,郭家想投奔的人并不是曹操,而是袁绍,当时的袁绍势力强大,前途一片光明,而曹操还是一个无名之辈,但是,投奔袁绍的郭家很快就后悔了,袁绍根本不看重这些谋士,并且优柔寡断,后悔的郭家很快挂印不干了,直到六年后经过寻遇的推荐。 郭家才正式投入曹操门下,这次的郭家显然没有看错人,在曹操手下大放光彩,著名战役官渡之战就是郭家为曹操出谋划策的,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已少胜多的战役,不但奠定了曹操的地位,也使郭家在曹操心中的地位急速上升,此后曹操每一次出战都会带着郭家,对于郭家的很多提议,曹操每次也都很赞同,可以说,由于郭家的谋略过人,为曹操的江山大业,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即便郭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,但这句郭家不死,卧龙不出更多的是一种惋惜的意味。 有点贬低诸葛亮的意思,由于郭家去世的太早,郭家去世后,诸葛亮才被三顾茅庐的刘备请出山,所以两人根本没有正面交手过,谁也不知道,如果郭家还活着,能不能和诸葛亮一交高下,可能如果郭家活着,赤壁之战会有不一样的结局,但这都是猜想罢了, 郭家现在在已有的历史功绩中仍可以看出,其实两人是根本没有可比性的,郭家关于军事谋略是十分擅长的,作为曹操阵容的主力谋士,有了他才使得曹操的成就达到了巅峰时期,可以说在曹操平定北方朱雄, 一统幽州、济州、梁州等七州的路上起到了关键且不可替代的作用,如果他还活着,曹操至少能少走许多弯路,但是郭家干的一直都是出谋划策的工作,在其他领域的才能并不出众,在军事谋略方面,诸葛亮可能真的比不上郭家,但是诸葛亮在交际和治国,内政与后勤方面的材料是郭家远远比不上的, 诸葛亮最强的地方在于他的格局与综合能力,那么大一个蜀汉基本上都是在诸葛亮的打理上显得津津有条,能以一己之力抗下整个蜀汉的安危,并将蜀汉的弱势地位化被动为主动,这都是郭家做不到的,但是这可能也有郭家早逝的原因,如果郭家还能活着,可能他在其他方面也会有很强的天赋,从郭家的生平事迹就可以看出来,郭家是缺少民族感与中意的, 郭家更像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投奔新主后一同对付救主,不在乎自己本身的身份,更是德行有亏,被陈群多次参见,而诸葛亮最伟大,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那功身力行,仁义有加的品质,可谓是流芳千古,从格局与个人品行来说,郭家都是远远比不上诸葛亮的,郭家对前期的曹操似有功绩,但远远比不上诸葛亮对蜀汉的贡献,郭家从27岁投奔曹操, 郭家一直到去世,在曹操部下也只是一个军师祭久的职位,也就是说,他一直只是一个出谋划策的人,并没有实权,而且即便郭家谋略出众,但是曹操阵营中的巡裕,司马懿,贾许等人的才华都可以比肩他,巡裕才是曹操身边最重要的谋士, 也是曹操地位最高的谋士,但诸葛亮不同,27岁追随刘备的诸葛亮,到了38岁时,已经官至军师将军,权力是非常之大的,可以说,诸葛亮一直是刘备阵营地位最高的人,因为诸葛亮可以说是蜀汉政权建立的决定性人物, 在诸葛亮出山之后,蜀汉才一改前撞,进退有据,纵横东吴,联合抗草,巧取荆州,彭同死后,又协助刘备打下一周,这也是说,二人根本没有可比性的原因之一,郭家纵使是一位不可多得,才知过人的谋士, 但是与诸葛亮还是没有可比性的,这句郭家不死,卧龙不出,也只能说是,人们带着遗憾的眼光,去看待郭家短暂的人生,所谓的如果, 不过都是众人的猜想罢了,总的分析,二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三国时期,战火连绵,我们常说时事造英雄, 正是因为三国这个战乱时代的大环境,才涌现出了大批的勇士和谋士,他们有着自己的信仰和抱负,想要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, 刘备虽然出身草根,战斗力不强,但是他却有能力招揽各路英雄为自己效力,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, 吕布虽然为董卓卖命,但是他武功高强,能够抵挡千军万马,为人所称赞,是三国第一武将, 在这个时期,如果你没有一点拿得出手的技能,想要出人头地,肯定是不可能的, 三国时期各大阵营的战斗力都不可小看,但是要说到谋士,谁又是第一呢? 要知道,光是有会打仗的将士是不足以称霸整个天下的,还得有谋略才行,要说到智慧和谋略, 大家了解最多的就是诸葛亮了,史书上对他的计谋进行了大篇幅的描写和夸赞,如果不是诸葛亮出谋划策的话。 相信刘备也不会这么快,就能和曹孙平分天下,但是,同一时期,三国脚屎棍贾许也是一位谋略上的大人物, 在各个势力间跳来跳去,品行不服于人,还有一说法,称国家才是三国时期第一谋士, 他是被世人称作是鬼才一般的存在,其中坊间就有传闻,称,国家不死,卧龙不出。 意思就是说,如果国家没有死的话,那么诸葛亮肯定不敢出山, 简简单单八个字,又是贬低诸葛亮,又是抬高国家的,这一踩一捧, 在某一方面也间接地证明了国家的实力不菲,可是,国家真的有坊间传闻这么厉害吗? 要知道,诸葛亮用兵如神,被看作神一般的男人,国家真的比他还要厉害吗? 虽然诸葛亮神机妙算,但是国家也是算无一策,诸葛亮辅佐刘备, 而国家则站队曹操,正是因为有了国家的帮助,曹操才能迅速平定北方的局面, 深得曹操爱戴,因此,国家无论是演义中,还是历史中,国家都是非常的厉害, 这点无庸置疑,都是时代的翘楚,自然有不少人都想知道, 到底是诸葛亮的谋略厉害一些,还是国家的计谋更胜一筹, 事实上,这两个人所擅长的领域不是一个层次,根本没有可比性, 诸葛亮更善政治方面,因此,他更适合治理国家,处理政事, 而国家,他擅长的则是军事领域,用兵用计方面,没有谁能赢过他, 因此,这两位根本就没有办法放在一起比较, 所以国家不死,卧龙不出的传闻是站不住脚的, 但是不管怎么样,他们都是那个时期的佼佼者, 其才能被后世所推崇, 袁绍病逝后,曹操想趁机进攻冀州, 一举拿下这块重要的战略要地, 在许多将领看来, 此时正是兵临城下的大好时机, 应当速战速决,以免错失良机, 但国家却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, 他建议曹操暂时按兵不动,静观其变, 等待袁氏兄弟自相残杀, 待他们两败俱伤之时, 在伺机而动,一举夺冀州, 郭家的判断再次显示出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, 他深知,袁绍虽已去世, 但其两个儿子袁潭和袁绍都野心勃勃, 必然会为了争夺冀州而大打出手, 与其贸然出兵, 不如静待他们内斗, 坐收渔翁之力, 事态的发展, 完全印证了郭家的预判, 袁绍死后, 其两个儿子果然为了争夺冀州的控制权, 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, 袁潭和袁绍各自拉拢人马, 煽动民心, 在冀州大地上演了一出争权夺利的悲剧, 曹操则坐山观虎斗, 静待时机成熟, 当袁氏兄弟两败俱伤, 袁绍大伤之际, 曹操终于发动了进攻, 他以雷霆之势, 率军攻入冀州腹地, 势如破竹, 袁潭和袁绍虽然也意识到了曹操的威胁, 但为时已晚, 他们在内斗中已是袁绍大伤, 在无力抵挡曹军的攻势, 曹操不仅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冀州这块重地, 更重创了袁氏兄弟的军队, 将他们彻底打垮郭家的谋略, 再次为曹操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, 在征伐乌环的战役中, 曹操再次面临众人的反对和质疑, 乌环地处边疆, 地势险恶, 民风彪悍, 向来是兵家避之不及的禁区, 许多将领都劝阻曹操, 认为不应轻举妄动, 以免陷入不必要的困境, 但郭家却力主出兵, 他以宏阔的战略眼光, 看到了这场战役的深远意义, 郭家指出, 乌环虽然地处偏远, 但却是连接北方与西域的重要通道, 若能拿下乌环, 不仅可以消除北方的隐患, 更能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奠定坚实的基础, 此外, 乌环虽然勇猛善战, 但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矛盾和弱点, 只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进攻, 必能出其不意, 一举拿下乌环, 在郭家的谋划下, 曹操以闪电般的速度, 率军突入乌环腹地, 乌环军队虽然勇猛善战, 但面对曹操的突然袭击仍然措手不及, 曹操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乌环的心脏地带, 将其主力军团一举歼灭, 这场胜利, 不仅让曹操拿下了乌环这块战略要地, 更为他日后的北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 然而, 命运却跟郭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, 就在曹操统一北方, 准备乘胜南下之际, 郭家却突然病倒了, 这位曹操的军事奇才, 此时却躺在了病榻之上。 面容憔悴, 气息奄奄, 曹操闻讯赶来, 望着昔日意气风发的谋士, 心中充满了不舍和悲伤, 郭家虽然身患重病, 但他的心中却始终装着曹操的大业,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, 却依然坚持为曹操出谋划策, 竭尽全力, 郭家临终前, 把自己多年的心血轻囊相授, 为曹操规划了南下的种种策略, 他分析了南方各国的形势, 指出了进攻的时机和方略, 更为曹操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之策, 郭家希望曹操能够继承自己的一致, 完成统一天下的宏伟大业, 他将毕生的智慧凝聚在这些策略之中, 希望能够为曹操扫清前方的障碍, 助他一臂之力, 然而, 天不遂人愿, 郭家终究没能看到自己的谋略付诸实践, 郭家英年早逝, 享年仅38岁, 他的死, 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陨落, 令曹操悲痛万分, 曹操痛失一位得力助手, 也让曹魏失去了一位军事奇才。